哈喽各位同学 欢迎在足高频道 试词老师的国学课堂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已经是第34讲了 仍然处于第4部分 新日篇章的其中一讲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要学的话语呢 比较的经典比较的少 诗句话 那分别应该怎么读 咱们先在试词读堂里面 把它们读熟 然后一会再来进行理解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了 对不对 来先跟老师 慢动作读一遍 来 再试读的一遍 又讲什么意思 听起来又是很难的 没有关系 还是一句一句来说 那陪同咱们一起学习的呢 仍然还是 小小林同学 兵兵兵同学 好了 咱们一句一句来看 第一句叫做 请攻击戒 那这里面又是说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了 又是和心态扯上联系了 什么意思呀 那这个戒也好啊 戒也好啊 其实这两种东西 都是外界会给我们施加过来的 对 那别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或者做哪些事情不太恰当 不太合适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可能会收获到 哎 讥讽 嘲笑的一种感觉 对吧 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存在的 另外一种就是一种 哎 告诫 或者说是训诫的一种感觉 可能是比较严肃的 哎 去提醒你 比较郑重的去提示你的一种语言 对吗 对 其实这简单出来就是我们 爱骂 对不对 是的 哎 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爱骂 特别像咱们小朋友 现实的来说 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不丰富 多喝事情的机会呢 也比较的大 哎 所以爱骂的可能性呢 也比较的多 那到底当我们碰到这些 被人家指责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对待他们的这种 一种语言 或者如何去调整我们的一种心态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了 那大部分的人呢 听完了这些语言之后 一定就是很愤怒 或者说很不甘心 哎 你凭什么要训我 我凭什么要挨你个妈呀 我又不是故意做错的 我改了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我们很容易会愤怒 可是呢 这里面在这句话当中 它提醒我们的是 当我们听到别人一些 训斥的话语之后 最好做的是 烦情的工作 哎 这一句反省的工作 叫做寝宫机械 那这行指的就是反省 那反省谁呢 宫 指的是 哎 我自己 我自身的一个意思 当别人说了之后 肯定就是 哎 它有一定的这个线索 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观察之后 觉得你确实做得不合理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语言 对不对 对 那它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何不就看看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产生了这样一些错误 而不是急着生气 天心灵气和的自我审视一般之后 有两种结果 一发现它说的没错 我确实做的有不对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机械做的一种提醒 好了 那我就赶一赶就可以了 是的 那第二种结果 是说 哎 你骂了我 可是发现 我根本就没有做错 嗯 那这种你会怎么办啊 小小梁 嗯 我觉得 我要去跟他讲理 啊 跟他理论一下 对不对 是 哎 可是老师最近啊 发现一种新的形态 也很有意思 嗯 当我发现 哦 他说那些话 我没有犯这样错误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说的那些话 是根本就不等于在说我 哦 对吗 哎 他根本就不等于在指着我 我又何必跟他分析 我去不去理论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本身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那所以我对自己问些无讳就可以了 我甚至不用去跟你理论 我也知道 你的那些语言纯粹是在对空气说话 对不对 哎 所以有这两种结果分析之后 我们只要做到 有则改之 无则加你就可以 嗯 还是当作你随时对我的一个提醒就可以了 哎 尽量的放宽心态 所以你看看 这句话当中是不是就体现了 新知篇章当中作者的一种比较淡薄的心态了呀 是的 哎不是去争什么 也不是说一定要为自己啊 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名声 好的名声 我只要自己问见误会就行了 对了 对 很好的一种心态 那么接下来第二句话叫做宠僧抗疾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呀 就是有一个道理叫做物极必反 这句话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是的 跟中庸的那个态度相比起来 物极也就是说他大大的 超越了那个杜夫 嗯 哎 当我们一直一直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断在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是哎 就光去追民主力去了 哎 本来我的这个初衷啊 是希望能够做一名很好很好的老师 结果我在这个当好老师的过程当中 发现哎呀 这个这个好 能赚很多钱的办法很多呀 于是呢 我中间就开始走了一条歪路了 哎 我去想怎么样可以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那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 可是当我渐渐渐渐积攒了越来越多 不太正确途径所获得的财富之后 嗯 有一天我可能发现 当我这个真正醒悟的时候 我已经离目标很远很远了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感觉了 对吗 哎 物极地板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哎 或者我们说另外一个词叫做什么 乐极生悲 世间的万物呀 它都是有两种极端的 当你在这个极端过分的去追求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就会达到另外一个 你根本想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悲惨的经历 嗯 那这个宠僧抗疾我们就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这个人不知道同学们认不认识 嗯 不太认识 看着还挺帅的是不是 嗯 哎 看着戴着个官帽呀 还有他整个的一个装扮 对没错 新巧的 嗯 还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好像是个官员吧 哎 对 是个大官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名字叫做和珅 哦 知道了吧 知道了 那这个和珅我们也知道 他本来是在乾隆帝的手下做大臣的 而且呢 乾隆帝非常的喜欢他 所以呀就给他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哎 比较高的一些官职在他的身上 并且呢他也借此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钱财 所以今天咱们一起到和珅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一个大贪国 是吧 是的 可其实和珅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宠增抗旗的这样一个地步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荣耀加到了这一个人的身上 而他呢没有能够正确的运用或者说是发挥这样的一些好的机会 相反 哎 他不是想怎么样去做一个为皇帝尽忠 对百姓做好事的好官了 而最后他开始去像这个像刚才老师举的例子一样 邪门歪道上去走了 他想的是我怎么样能得到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于是最后他成为是这个历史上第一大贪官了 而最后他的效果他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当乾隆去世之后没有几天和珅就被西纪位的皇帝 对 家庆皇帝给彻底的抄家了 对 哎 整个就是从最高点跌落到了最低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下面一句话叫做带乳进尺 你看前面是宠 那么宠的另一端就是乳吃辱的这样一些东西 当我们不能很好的利用宠的这样一些优秀的机会的话 你最后获得的只有吃辱又是物极必反一个道理 那么有同学就会说了好了老师你看到了又说这个宠你受到这个很多的宠爱之后 你要好好利用他 那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达到一种非常悲惨的经历 可是要让我们能做到这样一种状况的话应该很难 不仅仅是我们小孩而所有的人想要做到的话都是很难的那怎么办 第四句话作者他想到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一种解决办法叫什么呢 林高性极 那这个林高其实指的是两种地方 一个林我们知道指的是山林的意思对不对 那这高特指的是水边之地 也就是说到这个树林的标案柱子啊 或者说到这个水边之地这样一种小钟啊去住一下 那这种感觉也就是说让我们远离这种纷绕的世俗 我往这边去靠近的感觉对吗 那其实作者就在倡导的是一种隐居的生活 那既然人世间这种处理虫和乳之间的关系这么难 那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极端的办法就是去当隐士 那我们也知道古人啊 古人在这个古风当中隐士隐居的一种生活是有很多人进行选择的 当他觉得在整个的这个程序片 或者说在关场之中侦察太累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这样一种方法 而作者的眼中来看呢 这种隐居的生活恰恰符合了他这种淡薄的心态 那生活在这个历史上到底有谁是比较有名的 那咱们今天也知道他名字的隐姬的人士呢 你比方说就是他 他谁啊 我在猜猜是姜子牙吗 姜子牙是吧 老师就不容试子了 毕竟他这也不是一定要回答出来的问题 是陶渊明 陶渊明 陶渊明是怎么跑的呢 咱都认识他对不对 那陶渊明这个人是东晋的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那他也是一个著名的隐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本身啊 作为一个文学家 同时呢 他也在朝廷当中认一定的官职 可惜啊 他没做成大官 做的就是这种县令 小小的官 可是他这个人呢 又特别特别的清高 而且也比较的正直 看不惯了很多这种 枯术的官场职风 所以有一次啊 正当他做这个县令的时候 就亲一下人来报说呀 有一个叫做都游的 这样的一个官职的人物呢 要来他这里来看一眼 都游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跟他所说的县令比起来呢 地位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那所以我们也知道 古代的时候 下集一拜天上集的时候 你得稍微注重一下 自己的仪容仪表 那他的这个助手助理 就开始提醒陶渊明说呀 那个您呐 是不是得稍微整理一下 整个的衣服 戴好您的帽子 要不然一会儿 见到那个都游大人的时候 就显得太没有礼貌了 陶渊明当时就怒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都游本来就不是 什么大官 而且呢他只是一个知道 仗势欺人的 横行相语的 这么样的一个 哎 角色 所以他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小人 我很就已经很看不起他了 现在倒好 哎 为了我能够让自己做这个官 那安稳一些 我去拜见他的时候 竟然还要整理自己的着装 还要对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恭敬 我怎么这么委屈呀 于是他愤怒的说 我坚决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啊 说吧 就脱掉自己的官府 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活 哎我们会发现 其实敢于隐居的人 第一个非常的有胆识 嗯 第二个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清高 有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独特追求的人 对不对 哎这个这个地方 也就真正的体现出了作者 所以所推崇的一种生活状态了 好啦 这个呃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 在这个第三四场内容当中 作为大家介绍的全部的知识 咱们下一个再见